默默胶硬成灰 跟另外几位大神一样 雪姨也成了新一代的表情帝 是你掐架 耍剑 装萌的必备利器 总之一句话 雪姨 你值得拥有 这个夏天 有一个人以迅雷不及仰而盗铃而想 叮当人不让世界充满爱你眉山亮影 亮影我爱你之事 席卷了全球 他就是那个透马的汉子 跳着骑马舞而来的鸟叔 虽然鸟叔是个浑身上下 散发着泡菜味的韩国人 但这并不妨碍莫言的预言 毕竟大师是不分国界的嘛 在莫大师的《天堂蒜台之歌》中 他给我们描述了一幅 天堂里的有钱人 假装喝咖啡 而实际是在吃大蒜的场景 鸟叔正是根据此书创作了神曲 江南style 来描写当下韩国有钱人的生活 哎呀妈呀 吓尿了 在此小编还是要提醒莫大师啊 不要给别人乱指电 否则一不小心 你的祖籍就变成首尔式高密线了 这个预言我绝对相信 看看小崔和波波那党 能把人看睡的新节目 小崔说力波秀 就能立马感觉出来 郭老师您真是越来越幽默了 爱热辣奔放的柳妍 也爱老实风趣的于谦 爱朴素的长山马卦 也爱金灿灿的爱马仕LV 郭老师就是这么一个矛盾的调和体 最近一边喊着土地难留的他 一边又要收新土地了 在优酷全力打造的 我是传奇第二季活动中 郭德纲又将招收新的土地 在这里小编奉劝 想成为郭德纲土地的网友们 赶紧买本 师傅越来越幽默来预习一下 另外小编还有个秘密 要告诉大家 其实郭老师深爱的 一直是于谦老师 想成为他的徒弟 就赶紧去讨好于谦老师 加油吧 小编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试问谁是这个秋天 最幸福的女艺人 那小编提名扬秘 大家没意见吧 这个首大男友 怀抱鲜花的女人 一定是最希望面对镜头 喊出我幸福的人了 好吧 小编的耳畔 似乎听到有网友说 这幸福是装的了 不管是真的也好 装的也罢 经过莫大师的掐指一算 这杨幂今年还得继续大火 因为秘密 就是他笔下的那个 怀抱鲜花的女人 至于秘密更希望怀抱鲜花 还是怀抱威威 小编就不八卦了 不过不得不说 杨幂跟刘凯威 他俩从公开练情的那一刻起 就一直高调的秀恩爱 恩爱的像要填字 围观网友们一样 这不 前几天正好是刘凯威的生日 这次怀抱鲜花的秘密 也在微博上高调的示爱 生日快乐 下一个生日 下下个生日 只好每一个生日 我们一起过 爱你 对此小编无观点 只想奉劝秘密 高调秀恩爱 分手来得快呀 虽然你有莫言大师护身 不过还是长点心吧 看了莫言大师给这么多牛人做出了准确的预测 小编也捉急了 那莫言大师哪本小说是预测小编的呢 那你 难道是这本 与大师约会 莫大师 您这是在约小编吗 哎哟 跟莫大师在一起的老毛子红了 拱力红了 姜文也红了 看来 真的轮到小编了 做梦了吧 亲 好吧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